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来 若来 若去 若作欧 认 这个人不知道我在讲金刚经 讲解身密 不是解身密经 讲大玻璃经是在讲什么意思 因为金刚经是大玻璃经里面的五七七品 这个你要学到这个境界的人 已经是不辞走一切法 所以你才能够体会说 无中化有 有中化灭 像你在宋大悲咒 我讲我们宋大悲咒 最近圆满的这种版本 你的无中化有 画一个这个 你根本看不到头 看不到下半身的 只有看到中间 那太大了 你讲哪里来 没有来 突然间就出现 当然 灭掉 突然间就没有 那以前早期 我们早期那种大悲咒 因为现的就是一些它的化身 不是化身就是它的二十八部众 都是不然就是黑人 有胡子 画了什么东西 这不见得会来去 你要再做法会 做到最圆满 大家很用心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 所以有这个 这个八十四句 其实后面那些是加上去的 就七十二个化身 观世音菩萨还会化 叫它出像 大悲经 出像 出来的出 那像是两个 一个木头 加一个眼睛的像 下一次会讲到这个 大悲咒的演讲 那为什么这一句 大悲咒是代表 那个菩萨 或那个幻天 或那个第四天 这个是非常神秘的 我们搞不懂 但是不空大师 他居然这么烦 那一定有它的根据 像这个 哪哪去安地 不是 像那个 什维拉 哪安达瓦 那个南 这一句 都来讲毕鲁侦娜佛的法身 就比较能够理解 因为它这个 哪就是毕鲁侦娜佛的种族主 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 要彻底研究的话 你要搞懂 每一个 素线的菩萨 它的种族主是哪个主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那我们尽量再 从这方面去研究 你们如果有心的话 看一看 你那个 这一句 你大概是没有问题 啊 这是在讲阳王神 因为是 刚好它的种族主是 现在学两个 大悲咒 有两个种族字 一个是 阳王神 八达三妹 一个是 西威拉 南达瓦的南 就毕鲁侦娜佛 所以 不控大师说 你念这一句 就要柔和 要庄重 要胡思乱想 好好念 对吧 这就是 西坛秘密 住里面 隐藏的 一些法 如果你不会念 你念 现在的国语 你怎么去找出这些因 这些柱形 没办法 那 后面就讲了 何以故 如来则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顾名如来 现在在讲 有形有相的如来 它出现的时候 也不是从哪个地方来 它 灭掉的时候 也不是回到哪个地方去 这才是真正的如来 这经文很简单 其实这个是 已经把 你要学佛法的重点都 讲在 这两行半的经典里面 所以你要画一个 菩萨身也可以 从中画起 你要画灭 虚空中就画没有了 这一段 你好好想 我从开始进入这二十九品以后 我每一天有空 最轻松的时候 我就会想 这个如来则 为什么这么讲 那 为什么 是哪样子 我今天跟你讲的是 我这几个礼拜在想的 想通的话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你不去想这些道理 你光念 不要说有来有去 也有做的 解释完了就完了 那背后的意思 在讲什么 你都搞不懂 所以经典 不是常常告诉你嘛 你这手指头 煮的月亮 你不要光看手指头 文族就是手指头啊 你要看手指头 煮向月亮嘛 你要看月亮 不要看这个手指头 这一段经文里面 那个月亮才 才是美丽啦 你要去好好看那月亮 到底如来是什么样 那你能不能做做如来 你不要说 这个我大概不行嘛 你没有试试看 怎么知道不行 你们几位 有几位 已经修禅修一二十年了 就是 没有 功夫让你去练习 或者是 你没有那个菩萨心 去帮人家 如果哪一个人 他有哪个困难 然后你很在意 你就突然间 会有心法出现 那这心法怎么起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他就会陷了 做了以后 他就有好一点了 如果生的病 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咯 如果新的病 那 本来是 金方玉乱 正常一点咯 你万法为新造 所以 当然你不必要 出现一个如来 你也可以去用心法 心法也可以说如来 你不要想如来是一个 有形有相 如来可以成为一个佛像 也可以成为一个范柱 也可以成为一个音 声音啊 不是那么单纯 好像一个佛像就是如来 不是啊 像你刚刚讲到那个阿南 你说 为什么 毕鲁真阿佛 因为他的代号 毕鲁真阿佛 那种子字啊 我来观世音 菩萨跟大树字 撒哈 写在那边口 你看 光看 过目 你都不会用它 拿来好好用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说 我会送大悲咒 我是观世音菩萨 你会用患字 那两个字也是大树字菩萨 也是观世音菩萨 这无中法有 因为菩萨要这么去学道法 所以不要光 那个一般事实的观念就是 哎呀 我送一部经回向给他好了 这个已经是最变的方法 而且有的人一念就要念那个好几小时的经 拿来回向 我心里想 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时间呢 但你也不能跟他讲 因为他对那一部经有缘啊 你要叫他说 关个患字 撒 就好了 撒哈 那关不起来 有没有学到透露尼啊 进入透露尼是十地菩萨了呢 如果你真的是 作语念得非常如法 也能够产生威力 十地菩萨 八地菩萨不动地啊 那就是没有烦恼而已啊 当然 这小菩萨是没有烦恼 但他没有神通 那也不是真的八地菩萨 真的八地菩萨一定有神通 所以 你去阿弥陀佛国土 你修正到八地菩萨 你就要去游学啦 去各个地方去度众生啦 因为宇宙很多世界啊 可度的众生 五种二世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收破世界啊 其他的世界还有很多啊 当然 这个热土啦 清净圣人居住的地方也有了 前几天敬如法师来问我们这位菩萨 他就转给我了 然后释迦牟尼佛要入灭了 为什么从东方一个什么愉乐 非常快乐的愉乐 什么什么国土 来了一个大菩萨无边身 那个身体是无边的 为什么那边的都是大菩萨啦 还要来这边求法 他说有为之乐非常乐啦 你要去跟释迦牟尼佛请教解脱的方法 那个空极无相 不只走那个极美才是最快乐的 所以有相的极乐世界不是最快乐的 你要修到你内心清净无悦 那是真的极美 那是最快乐的 所以他们的佛 还叫他们的大地主喔 无边身菩萨来这边求法 你去请教苏迦牟尼佛 对吧 因为在我们娑婆世界 成佛的人才有这种 五卓二素之中磨练出来的 这功夫很强啊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菩萨 那温树里出来的菩萨 怎么可以跟那个土生土长的 那个花斗在比赛不行了 那风一吹就垮了 那奸人不拔的从 从风吹一打之中长大的 这些花草 那都很坚韧啊 大菩萨是怎么练出来的 不是你这边 那边儲作啦 诵经啦 那边干什么 你就能成佛 没有啦 都是要磨练你的心性 没有磨练你的 就你作为之间的人嘛 对吧 没有缘的他怎么会来磨你呢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才是 变磨的真的是 都 没有零角 那就几妹了 几妹就最快乐的 这一段稍微 讲一下 下一次还会再讲 重讲一次 今天就到此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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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